大家好 今天的敗家日記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說不出他什麼功能 他就是一個利用 電池的作用 就是那個磁力 這個 用12伏特 的一個電源轉換器 裡面我看過的結構都是一些 線圈 讓你上電之後他就會有磁力 但是說實在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功能 買回了玩了幾次之後 大概也就不會再玩 但是也蠻有趣的 第一次要放你可能會抓不到重點 你要把它放在這個中心點 放到中心點感到有一個拉扯力量之後放開 他就懸在這邊 來看看我們今天的早餐 這是我們今天的 早餐吐司 他就這樣 那因為 他是浮在空中沒有阻力 所以相對的 你只要 一個力量讓他轉動 因為沒有阻力幾乎算是沒有阻力他就一直在那邊旋轉 那這個空氣鳳梨應該後來頭也會很暈 是蠻有趣的啦但是 買回來大概玩幾次你就會擱在那邊因為你不會想要每天通電一直讓他在那邊轉 朋友來秀一下而已 大概是這樣 這個有一個瑞典品牌價格就很貴 但是當然的啊 這是淘寶買的 所以這個價格也不高 我看看還可以 但是沒有必要一定要買 就這樣 你就每天看著他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我們在這兒一陣子 我們也會有一點點 我我們對這個有的 那一位 在這兒 今天